丝瓜的做法大全,家常菜 轻炒丝瓜的制作方法 准备食材 丝瓜、大蒜、花生油、盐 1.大蒜切碎 丝瓜去皮洗净 竖切成两半后,切片备用 2.起锅烧油 油热后放入大蒜炒出香味 3.倒入丝瓜,翻炒片刻 再加盐,继续翻炒 4.炒至丝瓜腥完全变白后出锅装盘 美味的清炒丝瓜就做好了 丝瓜炒蛋的制作方法 准备食材,丝瓜、鸡蛋、盐、油、姜 1.丝瓜切片 鸡蛋打散,加盐搅匀 姜切末备用 2.起锅烧水 水烧开后放入丝瓜焯水片刻 再捞出过一遍凉水备用 3.起锅烧油 油热后放入蛋液 炒熟 盛出备用 4.往锅内放入姜末 用底油炒出香味 再倒入超过水的丝瓜和适量的盐 大火翻炒30秒 5.加入炒好的鸡蛋 一起翻炒 20-30秒 美味的丝瓜炒鸡蛋就做好了